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还是来说一起凶杀案 这起案子我们更多的是从细节上来说 就看怎么抽丝剥茧 一层一层剥开迷雾 最终水落石出的 2011年冬天的时候 江西赣州 有一个服装店的女老板 让人给杀害了 在现场 就留下了很多 让警方觉得无比困惑的线索 死者叫江云禄 只有27岁 那么这个服装店是一二楼的 一楼是店 二楼就是平时住的地方 卫生间卧室就都在这一层 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死者江云禄就躺在 这服装店二楼的那个楼梯口呢 衣服啊 乱马气糟的裤子被扒下来了 乍一看 很像是性侵 死者的颈部有明显的被掐的痕迹 根据刑警推断 江云禄很可能是被嫌疑人勒紧 造成了机械性窒息死亡 就是被人活活勒死的 在死者的躯干和右手之间 有一双崭新崭新的毛线拖鞋 距离尸体几米之外 有一个纸箱子 这纸箱子里边呢 放着死者江云禄的手提包 还有钱包 这钱包里呢 有几百块钱的现金 警方就感觉这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之中 对现场的翻动啊 不是说特别的大 再进去看这二楼的卧室 卧室里面呢 很凌乱 在卧室的门后边啊 技术人员发现了一个橙色的塑料袋子 里面呢 是面额不等的现金 经过清点之后 差不多是八千多块钱 死者江云禄平时呢 其实是比较节俭的 这里边的这些钱呢 有一百的五十的 甚至二十的 一块的一毛两毛都有 卧室的双人床旁边 摆着一张木桌子 这木桌子上呢 堆满了衣服和化妆品 不过桌子上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在这桌子上 除了这衣服化妆品之外 还有两盒安全套 很快民警又在卫生间的那个吞便器里边 又有了发现 这吞便里边呢 有一个安全套的那包装袋啊 大家应该知道都是什么模样的 对吧 那么这个包装袋呢 是撕开的 经过比对 这个安全套的包装袋和卧室桌子上的那安全套是同一品牌 同一款刑的 警方就分析这很可能是嫌疑人犯罪过程之中留下来的 尸检结果出来之后 死者的死亡原因确实是因为五嘴恶警导致的机械性窒息 就是捂住嘴 活生生掐死 死亡时间是在饭后两小时左右 也就是案发那天晚上八点半到十点半之间 此外尸检结果还显示 死者呀 不是在生前和这嫌疑人发生了关系 而是在死后遭到了侮辱 通过检验 死者的体内没有发现精液的成分 根据这个检验结果 在综合卫生间里发现的那安全套外包装袋 就能够判断出来 嫌疑人在侮辱尸体的时候 一定还用了安全套了 经过家属仔细的检查 在现场死者的一部手机 还有一串金项链 这都不见了 很可能是被嫌疑人带走了 各位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板 在自己的店里面遇害 而且尸体遭到了侮辱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能干出这么残忍变态的事情呢 咱们呢 再重新回到案发现场 经过法医鉴定 死者在死后 尸体遭到了侵害 侵害的地点 应该就是在二楼房间的门口 尸体旁边 咱们刚才说了 摆放着整整齐齐一双拖鞋 但这拖鞋不是死者平时经常穿的 所以警方认为 这个拖鞋应该是凶手在行凶之后 故意伪造现场而摆放的 否则的话 死者在和凶手搏斗 挣扎的过程之中 这拖鞋他不可能摆放的 这么整整齐齐 对吧 顺着这楼梯口 往里一直走 就是死者生前居住的卧室 卧室里边 床上的被子 没有叠 就那么瘫在床上的 但是床上没有发现凶手的任何痕迹 刚才咱们也说了 在这床旁边的桌子上 有衣服 有安全套 其中有一盒安全套已经打开了 死者平时戴的金项链啊 手机啊都不见了 那么凶手会不会一开始是因材起义呢 为材杀人呢 警方很快就推翻了这个想法 为什么呢 各位别忘了 那个橙色塑料袋里可是有八千多的现金呢 如果是卫材 这么多钱他不带走啊 所以凶手应该不是卫材杀人 至于说金项链和手机丢了 那就是顺手牵扬 二楼除了卧室之外 还有一个卫生间 蹲便里已经发现了 那安全套撕开的外包装 包装找着了 那么那安全套去哪了呢 虽然案发现场是在二楼 但是要想着上二楼 一定得经过一楼上来 走的时候一定也得从一楼撤离 那么一楼会不会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呢 一楼啊 就是死者的那服装店啊 正式营业的 对外开放的 位于江西干州市一条商业街 在一楼的楼梯口 技术人员呢 又发现了一双拖鞋 这双拖鞋和尸体旁边的那拖鞋是一样的 并且啊 经过对拖鞋的使用痕迹来进行判断的话 死者平时穿的应该是一楼楼梯口的那双拖鞋 可这个鞋子呀 并没有尸体旁边那拖鞋摆放的那么整齐 有一个呢 是底儿朝天的 也就是说 在这里应该是有过搏斗的可能 在二楼到一楼的楼梯上呢 还发现了拖拽尸体的痕迹 有一点刮擦的痕迹 同时还有一枚清晰的皮鞋印 所以警方推断 死者很可能是在一楼被掐死的 嫌疑人很可能只有一个人 因为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就可以把这尸体抬上去呀 毕竟这老板娘年轻漂亮啊 身形的也比较苗条 对吧 一个女孩子可有多重啊 两个人如果是把受害者抬上去的话 就不会在楼梯拐角的那个地方 形成这种拖拽的痕迹 最早发现死者江云露的是谁呢 是江云露的丈夫 江云露的丈夫说呀 那天一大早上 他呢联系自己的妻子 可联系不上 急匆匆的跑到店里 就怕出什么事 结果一看 还真出了大事了 经过走访周围的店铺 民警也了解到 这赣州市江云露这家店的营业时间 一般呢是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 可是在案发那天晚上不到八点半 他们家这店门啊就关上了 关店门比平时早了有半个多小时 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 这凶手是在死者关店门之前 就进入了店里 当时这凶手行凶的时候 死者江云露根本没有呼救 如果呼救大声的喊救命啊 或者有这个什么惨叫声 别人肯定都能听得到 因为啊 大家也都知道 这种商铺隔音都不是特别好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犯罪嫌疑人在现场逗留时间很短 一下子就把死者给掐死了 死者江云露啊 是在案发一年之前 租下的这个二层小楼 开这服装店的 从那以后 江云露呢 就一个人住在店里边打理生意 他丈夫呢 平时也不过来 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啊 有时候带孩子啊 过来住上一晚 死者的丈夫告诉警方说 他们夫妻呢 都是本地人 结婚五年了 平时没跟什么人结过仇 而经过对现场 那可疑皮鞋印的分析 技术人员呢 对嫌疑人做出了大概的刻画 男性身高一米七左右 年龄二十岁到三十岁 体态偏瘦 在死者江云露的指甲缝里啊 包括现场提取的烟头里面 都检测出了同一男性的生物剪裁 也就是说指甲缝里 跟现场那烟头里啊 那都是一个人留下的 但是还有另一个情况 让警方感觉匪夷所思 死者的警前就脖子前面 检测出了另外一名男性的生物剪裁 其中一个男人的生物剪裁 那肯定是嫌疑人 那么在他身上出现的 另一个男人的生物剪裁 到底是谁的呢 这两个男人 哪个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除此之外 警方还要判断 到底这凶手跟这个受害者 是陌生人互相不认识 是普通的客户啊 还是说他们就是熟人 这就要看现场的痕迹了 一楼的这服装店呢 面积虽然不是很大啊 但是满满当当的挂了不少的衣服 周围墙上挂的全是衣服 中间货架子上也摆满了鞋腕 就大伙通常见着的那种小服装店的那种格局 空间的使用率很高 货物摆放了很多 但是没有明显的搏斗的痕迹 如果说在这服装店里边在那玩了命的 打那么一架啊 那这货架也得翻了 东西也得乱了 但是现场没有 所以警方推测 很可能死者跟凶手是熟人 至少是认识 或者说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 就遭到了攻击一击致命 在这店里呢 有一台电脑啊 就是平时营业的时候啊 手手款的那种营业系统 发现连接电脑主机上的那些线呢 都被拔下来了 经过技术人员的分析 这些线呢 应该不是死者生前拔下来的 也就是说是凶手拔下来的 如果是凶手这么干的 他为什么放着大量的现金不要 要搬这么一台电脑呢 大伙应该知道啊 一般这种小店里边 那种营业系统的电脑 不会是特别好的电脑 它不值什么钱 难道是电脑里面 有什么他想要的东西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应该把电脑主机给搬走啊 那为什么只把线拔了 主机并没有搬走 还留在那了呢 究竟这凶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行凶的背后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咱们上期节目说到了 江云路店里那电脑啊 各种各样的线都被拔下来了 但是这电脑主机并没有被抱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凶手到底是什么人呢 您各位听到这儿 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 这案子是发生在2011年的 这又是商业街旁边的小店 那街上肯定有监控啊 你调监控 不就能发现嫌疑人的踪迹了吗 这个地方呢 位于赣州市江云路 所在的镇子呀 差不多五六万人 这条商业街的确是当地 最繁华的地带之一吧 但是好巧不巧 案发之前 街上所有的监控摄像头 正好在维修 这就给警方抓捕嫌疑人 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 想通过监控来排查嫌疑人 这条路目前来看走不通 那么警方就想 既然他想着搬电脑 最后又没搬走 是不是这电脑上有什么内容 你得打开机看看呀 于是呢 民警对死者电脑进行查看 结果就发现这死者呀 异性网友很多 差不多呢 七八十人 这些人呢 大多集中在赣州市范围之内 警方就推断 死者很可能 是因为跟这个异性朋友的交往 出了问题了 是不是有什么感情纠纷在里边 这才让凶手对死者 进行了杀害 监尸 接下来呀 就要对这些网友啊 进行细致的筛查 侦察员呢 就发现有一个人非常的可疑 这个人的网名叫齐天大圣 在聊天的过程之中啊 这个齐天大圣 威胁过死者 说你要断绝其他的情人关系 要不然我会对你不客气 很快呀 这个叫齐天大圣的人 就让警方给找着了 这人呢 本名叫王新宇 是赣州市一家单位的工作人员 王新宇的年龄 二十七八岁 身高一米七左右 体态偏瘦 是吧 听到这儿 您想起来了吧 当时警方的画像 跟这个是很接近的 对前来调查的侦察员 王新宇呢 倒是也没否认 他和江云露之间 这种比较暧昧的关系 包括俩人后来产生了矛盾啊 人王新宇也都承认 甚至啊 也承认 我威胁过他 后来呢 王新宇就跟警方解释 我呀 就是说说 就是从语言上啊 我看能不能吓唬吓唬他 真说干什么事 我可没做啊 然而在侦察员 问起江云露遇害那天晚上 他王新宇行踪的时候 王新宇却说了一句 哎呦 想不起来了 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呀 他不符合逻辑呀 这才过了几天呢 你就想不起来了 这明显是在骗民警 这是有意的在回避问题 更让民警感到可疑的是 王新宇的脖子上 有两道血道子 很像是被人用指甲抓挠过的 各位 你还记得吗 死者的指甲缝里 有一个男性的生物剪裁 碰巧这王新宇脖子上 就有被人抓出来的两个血道子 而且新鲜程度啊 跟这个案发时间是能够吻合的 真有这么巧的事啊 不过怀疑归怀疑 推测归推测啊 你得讲究证据 DNA比对呗 很快鉴定结果就出来了 这王新宇的DNA 跟那两份死者身上提取到的 可疑生物剪裁 是一份也没比上啊 没啊 这个结果 让民警啊 都非常的意外 不过民警在调查的时候 那是多管齐下 不仅查江云路的这些网络软件 都有哪些网友 还查他的通话记录 经过仔细查看 民警发现了一个 比较特别的电话号码 案发那天 也就是当年11月16号晚上7点多 他跟这个电话号码呢 还通话了几分钟 并且江云路和这个号码 之间的联系很频繁 只要知道号码再查机主 这可就容易了 机主呢 叫张元凯 27岁 男性 是南康区一家工厂的工人 这张元凯身高1米7 体态偏瘦 也符合办案民警 对嫌疑人的刻画 更重要的是 民警之前在询问王新宇的时候 王新宇就提到过这个张元凯 他呢 就警告江云路啊 也就是警告死者 说你不要再来往了 其中就提到了 不要再和张元凯来往了 据王新宇说 张元凯呢 喜欢赌博 欠了不少赌债 经常和江云路借钱 基本上每个月都得要个几百 甚至一千两千的 那么借 王新宇说 对于张元凯 江云路 在没死的时候 那是有求必应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一共借给了张元凯上万元 那么张元凯 会不会是因为要还钱的事啊 对死者产生了杀机呢 于是民警决定 马上正面接触张元凯 可是面对侦察员们张元凯 那是非常的坦然 他说了 那天晚上 江云路确实给我打过电话 不过就是催债的 催着我还钱 我当时呢 正在单位的浴室洗澡呢 洗完澡就回宿舍休息了 警方立刻又向工厂浴室门卫 了解了这个情况 其他工友呢 也都反映说是 张元凯洗完澡就宿舍睡觉了 没出去过 如果按作案时间来分析的话 张元凯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此时此刻 专案组啊 人们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为什么呀 因为案件的黄金破案期早就过去了 专案组的民警们呢 对于死者和异性网友的联系啊 电话联系人排查全都结束了 好不容易 有嫌疑的王新宇和张元凯 也都最终排除了嫌疑 十来天哪 这个时候还是没有个底呀 死者的尸体就躺在殡仪馆 冰冷的冰柜里 大伙呢 这心里边啊 都说不出来的着急焦虑 这天傍晚 专案组的领导啊 一边散着步 一边就琢磨这案子 想来想去 突然一个人影 浮上心头 谁呀 江云露的丈夫 她的丈夫自始至终 表现很平静 甚至啊 如果说不了解情况的人 你直接跟他接触 你都感觉不像是妻子遇害了啊 生活的还是安安稳稳的 案发之初呢 专案组的民警 虽然感觉江云露的丈夫 有点不太对劲 太冷静了 但毕竟人家家里出了事了 在没有证据之前 也不适合做太直接的调查 经过侧面了解 专案组就得知 江云露和丈夫结婚之后 夫妻感情呢 一直也不太好 一直到案发前一个月 夫妻之间的矛盾呢 才缓和下来 为什么会缓和 因为江云露怀孕了 警方通过尸检 确实也发现 江云露怀有身孕 所以这起案子 应该算是一尸两命 按照正常的情况 哪怕啊 你再冷血 你不心疼你的妻子 还有你的孩子呢呀 你应该是极度悲伤啊 但是她丈夫的情绪太正常了 表情太冷静了 不过当时啊 勘察现场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痕迹物证 能够和她的丈夫直接相关 不过目前来看 对于她丈夫 还是要迅速调查了 很快啊 专案组呢 就从江云露的公公婆婆那得知 儿媳妇遇害那天晚上 他们的儿子是在家里住的 这给人的第一感觉啊 就是她的丈夫 没有作案时间 因为有父母的证实 当天晚上 她在父母家住 案件发生时间 是晚上八点半到十点半左右 但是只是说的 那天她晚上是在家住的 你是几点回的家住的 那可没说 十点半之前 是不是在家里 还没有一个准谱 为了弄清楚死者的丈夫 到底有没有作案时间 民警第二次找到了她的父母 经过仔细回忆 老人就想起来 那天呢 她回来的比较晚 应该是十点左右回来的吧 而各位 死者是在晚上八点半到十点半之间 被家害的 那么江云露的丈夫 就完全具备这样的时间呢 具备这样的作案条件呢 经过来来回回的调查 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 江云露的丈夫 在案发时间段的行踪 专案组立刻就找到了她 面对民警的询问 她说了 我呀 当天心情也不好 就去河边散步了 一直到十点多才回家 可是她的这话 很快就被两段监控视频给戳穿了 案发之前 她骑着摩托车 从单位就开向了妻子服装店的那个方向 十点多钟回来的时候 又是一个人回来的 回家的时候呢 也是从服装店那个方向来往回起的 这按她讲的在河边散心 这说法不符合 方向都反了 这明显是在说谎 如果你心里没鬼 为什么要说谎呢 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她的嫌疑 虽然服装店周围的几个摄像头都在维修呢 没法证实江云露的丈夫是不是到过现场 但是她说谎的行为 却让专案组不得不把她和案件联系起来 别忘了呀 专案组手里可是有两个非常非常关键重要的物证 那就是死者身上的两份可疑男性的生物剪裁 查呀 结果这一查 江云露丈夫的DNA跟这两份生物剪裁也没有比重 哎呀 这一下可让民警脑子疼了呀 很迷茫啊 一连查了三个嫌疑人 哪个都没比重 最终都被排除嫌疑了 死者身上提取到的这两个男人的DNA 也没有在数据库里找到相对应的人 案件又回到了原点 杀害江云露的凶手到底是谁 警方啊就开始反复的分析 反复的推测啊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有遗漏的地方啊 或者是什么地方工作没做到位呀 案情分析会结束之后 专案组的领导回到办公室 一边翻着案卷 一边啊接着琢磨这案子 琢磨了这么大半宿 这专案组的领导啊 突然又想起来了 已经被排除嫌疑的张元凯 当时很多证人不是都证实 张元凯案发时正在洗澡了吗 不是说没有作案时间吗 但是 重新看了证人的证言之后 发现问题了 因为大伙说的那个时间呢 太笼统了 看门的师傅反应 那天晚上张元凯确实来洗澡了 工友们也反应啊 我们都是一宿舍的 他确确实实晚上在宿舍睡觉了 不过张元凯到底是几点到几点洗的澡啊 几点回到宿舍睡的觉啊 这些可没有弄清楚 那么张元凯是不是说谎了 最终的作案凶手是不是他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是张元凯所在工厂 那浴室的师傅啊 工友啊都证明啊 他是过来洗澡了 他是晚上在宿舍睡觉了啊 但是大家都没说清楚 他是几点洗的澡 几点睡的觉 第二天一大早上 专案组就又找到了张元凯工厂浴室的那看门师傅 那师傅就回忆说呀 那天晚上张元凯好像是七点左右进去的九点左右出来的 这也就是说张元凯在案发时间段一直没有离开浴室 这好像又排除嫌疑了呀 不过呀 这却引起了专案组进一步的怀疑 为什么呀 一个早洗俩多钟头啊 这用我们河北方言说那浑身不泡敷呢了呀 是吧 俩多小时 男同志啊 洗个澡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撑死四十分钟 怎么也够了吧 哪怕身上有二十斤泥 那半个钟头也都催来了呀 这说明这时间里边有问题 很快警方就找到了 案发那天晚上同样在浴室里洗澡的工友 工友就回忆说呀 那天晚上呢 我们是八点半左右离开浴室的 离开之前碰巧遇上了张元凯 他刚要过来洗澡 那些工友们出来的时间是八点半左右 而师傅说他进大门的时间是七点左右 这七点和八点半 还有一个半小时呢呀 这一个半小时 他去哪了呢 工友和看门师傅说的时间不一样 到底是谁记错了时间呢 为了一探究竟 专案组走进了浴室 仔细的观察起来 张元凯单位的浴室啊 是在一排平房里边 一进大门呢 就是一条走廊 浴室啊 就在这走廊 你快走到头的那个地方啊 侦察员们到这浴室里边 他们一看 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在这条走廊的尽头啊 还有一扇门 据看门师傅说 这扇门呢 平时也不上锁 出了这个后门就有那么一条河 这小河上有一座桥 顺着这桥过了河 就是死者江云路所在的那个镇 而死者的服装店 离那个镇口并不远 张元凯当时在浴室里边 待了两个多小时 那么他完全有机会 用这个时间从后门出去 抄近路赶到案发现场 正是这个推测 专案组马上就做了一个侦察实验 就看看从浴室到案发现场来回 得多长时间 不久 这两个侦察员去了就又回来了 一共用了四十多分钟 而张元凯真正洗澡 只用了二十多分钟 剩下的时间完全有作案的可能 警方认为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 就是张元凯做的 民警呢 当时就采集了张元凯的血样 赶紧送到赣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 很快比对结果就出来了 张元凯的DNA和两份可疑生物剪裁里面 死者颈部就脖子上遗留的DNA物证 经过检验是一致的 张元凯这时候脸上都冒了汗了呀 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 专案组等到消息之后都感觉很振奋 案发十多天了 整个专案组不仅排查了死者身边的网友 熟人亲朋好友 甚至把整个镇上符合嫌疑人刻画特征的所有男性 都排查了一遍 算下来这十来天 他们一共筛查了四百多人 现在案情终于是有了进展了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啊 在接下来的审讯当中 张元凯说了 我是去过现场 但我没杀人 警方当时是不相信的 这张元凯就说 案发那天晚上 确确实实到了死者江云露的店里边 但这案子不是他做的 现在所有的证据可都指向了张元凯啊 他是不是在做最后的抵抗呢 如果说案子不是他做的 张元凯会怎么解释 他在死者脖子上留下痕迹这件事呢 张元凯说 案发那天晚上七点多 他确实去浴室洗澡了 刚进浴室 江云露呢 就打来电话催他还债 为了躲债 张元凯已经半个多月没见江云露了 他说一听到江云露的声音呢 就勾起了他的欲望 他当时呢 就在电话里面骗江云露 说我今天呢 刚拿到工资 我马上过去 我先还给你一部分 为了节省时间 张元凯就从走廊尽头的另一扇门 就跑了出去 抄这劲道就去了江云露的店里 江云露发现张元凯去了之后 根本不是还债的 就是想和他发生关系 一气之下呢 就骂了张云凯几句 张元凯呢 就在这江云露的脖子上 刚亲了一口 也没得逞 就是这一口 就让他留下了痕迹了 然后呢 他灰溜溜的就走了 还是抄近道 沿着那小河那小桥 就回到了浴室洗澡 其实这个时候 就是他工友看见他的时间八点多 张元凯说呀 之所以不敢说实话 是因为听说那天晚上 自己走了之后 江云露就遇害了 他生怕被牵扯进案子里 张元凯的这种交代啊 警方一听也符合逻辑 也有道理 但是也不甘心呢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又有作案时间 又有作案动机 并且死者身上 还有张元凯的生物剪裁 哦 赶紧就过去 亲了人脖子一口就走了 警方还是不能 彻底排除他的嫌疑 三个嫌疑人 两个都没比重DNA 唯一一个比重的 又给警方说了这么一故事 现在张元凯的嫌疑 既没办法彻底排除 也没办法百分之百 证明案子就是他做的 那这三个人 真的都是无辜的 死者江云露 指甲缝里剪出的 那一个男性的DNA 又是谁的呢 一时间呢 赶州市警方 又陷入到了被动之中 警方呢也很担心 如果找不到关键证据 没有办法证实是谁犯的罪 这起案子很可能就会流产 最大的担忧就在这儿了 案发已经十几天了 技术人员已经进入过好几次案发现场 重新进行勘查 他们把小店楼上楼下每个角落都勘查了好几遍 还是没有新的发现 警方反反复复的就想啊 是不是哪个地方还有一漏呢 甭管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 必须不留死角 这时候大家关注到了储藏室窗户外边有那么一个飘台 这个飘台呀 在窗台以下一米左右 因为窗户呀装着栏杆呢 警方呢也没办法说把头探出去看看去吧 但是 专案组还是认为 所有地方都查的那么细致了 唯独这个地方还没查呢 会不会这儿就是关键的突破 尽管说民警们很累了 但是 现在绝对不能留下任何死角 最终民警啊 还是来到了室外 看着三米多高的跳台 哎 爬吧 是吧 爬上去这么一看 嘿 果然发现了一个用过的安全套 不过呀 距离案发十多天了 哪怕真是嫌疑人用的 能不能检验出来 那也不好说 当天晚上检验结果出来了 安全套上检出了被害人的生物剪裁 和另一个男性的生物剪裁 这个男性的生物剪裁 和死者指甲缝里测出来的那生物剪裁 以及现场可疑烟头上的那生物剪裁 都属于同一个男人 这个结果让专案组看到了破案的希望啊 这个人就是犯罪嫌疑人 这就意味着案件离破案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然而这个结果同时也证明 张元凯不是侮辱尸体的人 那么杀害江云露的到底是谁呢 其实啊 就在对这三个嫌疑人展开调查的同时 警方还在执行这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早在案发之初就布置警力 对全镇所有的宾馆旅馆歌厅网吧进行排查 年龄呢 在20岁到30岁之间 身高呢 1米7左右 身材呢 比较瘦 符合这个条件的所有男性 警方都得挨个排查 安全套里的DNA检验算是有了结果了 警方又采集了五六十名符合条件的男性的DNA 在比对到第六份血样的时候 一个叫张华的人被比中了 这张华呢 是赣州市南康区人 未婚 23岁 身高1米7 体态偏瘦 他的DNA和死者指甲缝里的 以及现场烟头上的 还有那安全套里的 全部一致 拿到这个证据 民警这心里的大石头终于是落地了 这是关键证据啊 DNA 这也在所有的物证里边 这都是准确度最高的证据之一 那么这张华跟江云露又是什么关系呢 经过调查 这张华2010年7月刚刚大学毕业 之前呢 一直在外地打工 案发前不久 刚回赣州 张华的家并不在死者江云露所在的这个镇子 他也不是江云露的网友 死者的丈夫和熟人都说 江云露根本就不认识张华 但是所有的证据又都指向了他 案发之后的第14天 张华被捕了 面对证据 他交代了自己杀害江云露 并且侮辱尸体的罪行 案子看上去是破了 但这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和江云露素媚平生 认识都不认识的张华 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 之前咱们提过的嫌疑人 王新宇脖子上的那两道抓痕 又是怎么回事 死者的丈夫 为什么案发那天晚上 也去了服装店的方向 哎呦 这一系列的谜团 是不是该到了真正解开的时候了呢 张华就交代啊 大约在案发前十几天 他乘坐公交车 从老家呢 经过江云露所在的这个镇子 坐车的时候把钱包给丢了 里面有他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三千多现金 张华当时就怀疑啊 是一个年轻女人干的 案发那天呢 他就来了江云露所在的 这个镇上办事 晚上八点多逛街的时候 看见江云露的服装店 鬼使神差就进去了 就感觉江云露啊 越看越像那天偷他钱包的人 但是没证据啊 只能离开了 走出小店不久 张华接到家里急需用钱的电话 张华呢 说他就被这种报复的心理啊 冲昏头脑了 转身就又返回了江云露的小店 进门之后 直奔江云露 在搏斗的过程之中 他的耳朵被江云露抓破了 后来他看见搏斗的时候 把这江云露啊 下手吓狠了 给掐死了 当时张华也紧张的不行了 抽了一根烟 然后把尸体拖到了二楼 本来呢 想把尸体藏起来 但是啊 太费力气了 浑身都没劲了 拖到二楼之后 就进了死者卧室 在死者的卧室里边啊 床上啊 柜子啊 去翻找东西 看能不能把那三千多块钱给找回来 就在找钱的时候 正好看见桌上放的安全套了 这就激起了他的欲望 也中断了对钱的继续寻找 随后呢 戴上安全套 对江云露的尸体进行了侮辱 之后就把这个安全套随手拔下来 往窗外一扔 正好就落在了那个平台上 因为害怕时间久了 被人发现 他摘下了死者江云露的金项链 揣上了江云露的手机 离开之前呢 本来想带走一楼的电脑 可拔了线之后又觉得不方便 主机个儿太大了 其实最终这起案子的真相就是这样 最终张远凯呢 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不过您各位啊 可能还想着刨根问底 刚才说的那几个问题呢 王新宇脖子上的抓痕怎么回事啊 死者丈夫为什么那天晚上 去了案发现场的方向呢 他们为什么都要说谎呢 其实啊 王新宇那天是去见一个刚认识的女网友 他脖子上的抓痕是女网友给留下的 民警问的时候呢 他也怕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也没好意思说这事 而死者的丈夫 因为对妻子江云露一直不放心 所以在网上找了一个所谓的私家侦探吧 那天晚上呢 他是把这个侦探带到了服装店附近 想让他认清楚江云露的长相 以方便日后进行调查 正是因为有着这么多的巧合 再加上张远凯 洗着洗着澡 出去去江云露的店里 亲了江云露脖子一口啊 这才让这个案子的线索如此的复杂 也得亏啊 当地警方最终还是抽丝剥茧 还原了真相 行了 这个案子呀就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